这几年,台湾吹起了一股不老风潮 鼓励健康的银法族走出家门 甚至挑战台湾人的三大梦想 包括了登玉山、永渡日月潭、还有单车环岛 就在今年的10月 来自全台各地有50位平均高龄64岁的阿公阿嬷们 在历经了一个多月的自主训练之后 克服老年人体力的障碍 他们完成了长达12天骑单车环岛1002公里的壮举 丽雁堂采访小组随车队跟拍 我们发现其中有连续三年挑战环岛的不老骑士 还有罹患心血管疾病的老人家 瞒着家人偷偷挑战这次的艰难任务 只为了让今生无憾 再您看看这场让人感动的单车环岛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晚酒转动态 晚酒转动态 换上专业车衣和棋权的自行车装备 51位来自全台北中南各地 年过半百的阿公阿嬷 齐聚台北远山 要挑战单车环岛的任务 好 我要請這個李奎明大哥 揮舞一下棋子是不是 往前一步揮舞一下 喔耶 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1 好 認真確實的 坐著第一次的暖身操 年紀加總 超過3000歲的 單車環島挑戰團 正式出發 50人騎單車 畫面看起來頗有氣勢 隊伍裡有一半年紀 超過六七十歲的阿公阿嬤 他們經過一個月的自主訓練 要在12天之內挑戰1000多公里 騎自行車環島的夢想 昨天晚上3點鐘 8點上船 12點還沒有睡 起來再看看子女子女 然後才去睡到3點前 失眠喔 對啊對啊 是一個夢想就是想環島 然後騎腳踏車環島 更特別 會更辛苦 人生可以有很多夢 但是到年老 夢想要能夠實現 真的不容易 2012年 花蓮門路醫院 決定幫老人家們圓夢 連續三年 舉辦銀髮族的 單車環島挑戰 單車環島在台灣 已經是一個 相當受到歡迎的活動 不過好像都比較是 局限在年輕人 他們同時的 我們如果長期在關心 長者的這些議題 我們也希望說做健康的促進 還有就是讓長者有一個很好的活動 以法族騎單車要征服環島 行程可沒想像中輕鬆 他們平均一天要騎將近100公里的路程 在在考驗著這群追風阿公阿嬤的體力與耐力 我們從那個淹山出發 人體到就要到這裡休息 下午一定在慶祝吃午餐 所以現在要繼續住吧 現在不需要就是要趕路的 六十四歲的何根森已經是第二次來挑戰單車環島 開朗伸手矯健 歲月在他的臉上似乎沒有留下痕跡 但四年前他因為太太生病過世 曾經一度相當低潮 有半年的時間走不出家門 我自己也想把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 如果一直這樣在人生的低潮這種生活中度過 他在另外一個世界這個他知道了也捨不得 所以我就要求說 還是不要在這個黑暗的角落那裡 還是要面對陽光 加油 要走出黑暗角落 何根森開始在社區當志工 最環保的腳踏車就是他平常的腳踏工具 參加單車環島除了是挑戰自己 也身兼工藝大使 我們也是希望來圓另外一個夢 就是透過我們這些工藝大使 全國走透透 那來呼籲我們整個國人 一起來關心東部比較弱勢 或是獨居的這些長者 那把這個議題讓更多人來關心了解 民國107年變成是一個超高年的社會 所以這是我們大家一起來 來努力的面對的一個重要的功課 台灣西部沿海雖然路程平緩 50位銀法工藝大使追風騎乘 每天超過100公里的路程仍不輕鬆 1 4 2 3 4 5 6 交灌 今天晚上那個伸展操再做一次 尤其拉筋 按摩很重要 這邊有溫泉 不要泡 今天盡量泡冷泉 今天是起到第五天了 整個肌肉上 肌肉上 基本上它已經是熱的 發炎的 腫脹的 如果說它已經是腫脹熱的 你在泡熱水 那它會更嚴重 那你泡冷泉或是一般的常溫的冷水的話 等於是降溫 就跟被一個東西K到手 用冰敷的意思是一樣的 其實我也蠻好奇他們會幹嘛的 一天六小時的騎乘下來 身體僵硬 雙腿酸痛 在所難免 只有回到飯店 老人家們才能夠稍微放鬆一下 整身就這一身 就這一身 對 明天也是穿這一身 回來就趕快就洗一洗 趕快兩個人就賽跑一樣的 對啊 就趕快就洗一洗 把臭泡擦洗掉就行了 沒有味道就好了 就這樣 七十二歲的蘭軒美士 是這次引髮單車環島團中 年紀最大的女性 第一次參加為了練習 她一度摔得渾身是傷 我大兒子幫我報名對不對 那我小兒子跟我大兒子抗議 你說你看媽咪 你看不是你一個人的 他說摔得我手啊 腳都破掉了 你知道嗎 剛開始不會那個變數對不對 對 摔得通通 整身都是傷 他罵他大哥 講說 你看媽咪不是你一個人的 是我們大家的媽咪 他都不敢講話 妳好 歡迎 哇 已經換好那個 洗好了 江區服了 是 謝謝你 謝謝你 好 我們也一位正好在洗澡 來 拍一下 拍一下 救我回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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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洗啊 真的 嘿 漂亮 有聽到嗎 我現在已經在車場了 已經在飯店了 對 打電話報平安 是老人家們每天回到飯店後必做的功課 炒老妹 然後我帶了一些藥 像這些膏藥 各方面的這些東西 貼痠頭藥布 舒緩緊繃的肌肉 就算刑警再年輕 畢竟已經不是青春的肉體 年過半百的老人家騎車出門 要準備的東西特別多 尤其是悶性病藥品 糖尿病的 這個高血壓的 這個尿酸的 這個攝護腺的 還有這個血脂肪的 包括像這個蛇蝦病 就是最危機的救命的現場 還有泡酸痛 安眠藥 這些都在 採訪過程中我們意外發現 62歲的李明宇患有心血管疾病 他瞞著家人偷偷報名參加 為的是完成一生的夢想 剛開始起步的時候不能太快 起步太快的時候就開始會胸痛 然後痛到可能肩膀 下肋大概會這樣 所以我就速度放慢 我沒有跟他們告知說我出來玩 這是我一生的夢想 但是因為身體的狀況 所以比較不方便講 一講了以後包括醫師包括家人 大概都不太同意 今天的行程的話 這裡出發到資本里程的話 大概是115公里 那待會的話會走大概全台灣 這個最漂亮單車天堂 199線道 從車程出發轉彎進入199線道 環島挑戰的騎中考 南迴公路售卡路段就在眼前 進入牡丹鄉市區 逃出的路面崎嶇不平 山路上不時有工程車呼嘯而過 危險度極高 趕快高興 加油 有人可以大概騎20公里到25公里的時候 我們會有做一次的休息 那休息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車上會準備一些 比較屬於碳水化合物的東西 給我們其他人 就是說他去補給 我們這邊有檸檬 因為我們純喝水的話 基本上水是比較淡淡的 沒有什麼味道 那你如果說加一些檸檬的話 因為檸檬它有防維他命C 它的口感會比較好 香蕉的話是大概 單車必備的它的東西 因為它含甲量比較高 就是也可以預防一些抽菌 而且它軟質的 比較好攪決 要換前輪化鏈 車子爆胎 使單車環島肯定會遇到的問題 補給維修車隨時再測 就怕有閃失 如果他們騎不動或者是騎不上去的話 我們車子可以先放裡面 裡面這樣疊起來之後 後面腳踏車架還可以再放三台 好 越坐休息再出發 無止境的上坡路段 為了拚上南迴公路的最高點 瘦卡 患有心臟病的李明宇 已經感覺到有些吃力 救護車隨時在車隊旁待命 對 剛剛也覺得不舒服 哪裡痛是不是 我覺得心肌梗在 停下來吃藥 停下來吃藥 吃一下捨下定 就OK 我們就是要從事這個單車活動 有一定的風險 那我們對 要讓長者能夠安心的出來 來做這個活動 我們需要有更好的配套 那我們就是救護資源呢 我們覺得是必要的啦 因為在路程當中 有時候難免說有擦撞 或者是跌倒 那如果需要送醫 我們如果有救護車在旁邊 我們也都能夠馬上 在最快的時間來送醫 征服售卡 這成就感這快樂 何來不容易 引法族騎單車環島 想實現的是什麼 想展現的是什麼 老人家臉上充滿成就感的笑容 就是答案 已經三年了嘛 第一年都比較 還是沒有那麼順利 這一次很順利的發展 我的恆心跟毅力可能 就因為這樣子 一直生這樣子 我翻到以後回來 我要隨意遊 搞三年隨意遊幹什麼 我要三鐵啊 其實這一次真的是 大家的力量 我才有這樣的一份的能力 我感覺什麼 辛苦 當作什麼 幸福 我今天會來騎腳踏車 我表示我健康 我們也是期待說 透過這個好的活動 健康的活動呢 來讓長者能夠維持健康 我們希望說長壽呢 是增加健康的歲月 而不是增加出來的這個壽命呢 卻都是在殘疾當中 單車是一個各種年齡層 其實都適合的一個活動 華東縱谷稍微平緩的台九線 廣闊的太平洋海岸 慢活的鄉村氛圍 是環島旅程中 較為舒緩的路段 但隊伍中 我們卻找不到李明宇的身影 原來他因為心臟不適 提前放棄了環島夢 九彎十八拐那個地方坡度大 而且死角的地方都 車輛又多 所以要特別注意 終於要衝北一公路 這段單車環島的期末考路段 在九彎十八拐連續上坡的路程中 我們突然又發現了 一度脫隊的領域 你回去之後是怎樣 進醫院 裝上是 就打針啊 然後再回家休息 到昨天晚上再感覺到說 實在是不想來的 因為一直在痛 所以就不太 結果那個 進醫院 他打電話過來 說你什麼時候要到啊 然後我想一想 打電話給我 我就跑過去 做隔馬欄號 然後又 昨天晚上又趕到羅東 再跟我回來這樣 有始 對 有始有始 來大王的表演 很驚訝 十二天一千多公里的環島壯舉 這群年紀加總 超過三千歲的老人單車團 平安順利的完成了環島挑戰 我其實看得 看得婆婆很厲害 對不對 她騎上瘦塔 對 她說怎麼不覺得上去了 都沒有感覺 她騎完北移囉 對啊 都沒有坐車啊 日子一下好累喔 真的 可是挑戰日子很棒 挑戰自己 何根森隨時帶著過世老婆的照片陪其 完成了第二次環島 老婆 你離開雖然三年了 但是想你的這個心情 沒有絲毫的減少 感謝你這十二天一直陪我 我希望明年再參加的話 還能夠帶你再全省的參加 不畏艱難 李明玉強忍著心臟的不適 雖然一度翹課 最後仍完成夢想 非常棒非常棒 今生已經非常的沒有遺憾了 該做的事情在台灣都已經做到了 三個夢想 三個夢想 環島 游泳 爬藝山 都已經完成了 下次還要不要再來一次 當然要啊 就是支持她這樣做 只覺得你很厲害 爸爸實在太厲害了 這樣不行 爸爸最棒 你還有多少夢想沒有完成 你還有多少時間可以等待 不論年紀有多老 體重有多少 只要你願意踏上雙輪 就有機會一起去環島